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仍打算坚持其2023年的提价计划,预计报价将提高约6%。 台积电的客户可以推迟原定于明年旅行的订单,但即使是苹果这种最大的客户,在2023年的大批量订单,台积电也没有降价或提供折扣的计划。 联电同样自2020年底以来提高了代工报价,有消息人士表示,联电决定2023年的订单价格保持不变。 实际上,联电最初计划明年继续提高其代工报价,但由于消费电子产品和代工客户,参与的其他行业的需求迅速放缓,该提价计划已被取消。 业内消息人士透露,多家IC设计公司未能与台积电和联电,就2023年上半年的较低代工报价进行成功谈判,因为之前这两家代工厂维持其提价计划, 而IC设计公司们打算保持其报价持平。 台湾电子时报也报道,消息人士称,因为IC设计公司缩减订单以应对整个行业供应链的库存调整,台积电和联电的晶圆厂产能利用率大幅下降。 但尽管如此,IC设计公司也没能说服台积电和联电,改变明年的定价策略。 台积电如此罕见维持强势定价策略,与台积电斥资120亿美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的5奈米晶电厂,不无关系。 这是台积电近年来最大的海外投资案,预计在2023年第一季度,完成捷径式车间工程并开始装机。 2024年开始量产。 此工厂将生产工艺制成为5奈米的晶片,月产量达2万片。 不过,美国偏高的人力,水电价格恐让生产成本升高两倍以上。 当然,这家机缘厂在12月上旬举行移基典礼仪式,引发台湾半导体业内外的广泛关注。 有台湾业内人士认为,这是美国试图完善其本土半导体产业链,摆脱对台湾的依赖,对台积电的发展也是必大于力。 其担忧,台积电赴美设厂并不符合自身的经济效益,更主要的目的是,满足美国希望壮大自身半导体制造能力,摆脱对外依赖的战略需要。 此举从长远来讲,不利于台积电自身发展,甚至危害台湾自身安全。 台积电在全球的半导体产业当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产品占据了全球市场的一半以上。 这就成为全球地缘重点争夺的对象。 台湾大学一名教授就表示,美国人不仅没压好心,更是在掏空台湾,要将台积电搬到美国、日本及欧洲,还要把台积电的工程师挖过去,台湾人要觉醒。 台湾经济部门下属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认为,台湾应将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再拉高,出台政策进行补助、推广,甚至进行人才培训,设立基金,全面性思考台湾半导体价值链的延伸。 2021年,半导体占台湾出口的34.8%,占总顺差的70%,显示出其对于台湾经济的重要性。 美国出台对中国的晶片出口管制措施,且开始布局本土生产线,台积电将来订单是否会大幅减少,需要谨慎关注。 除了台积电之外,全球半导体产业正面临着订单减少,股价波动的危机。 台积电近期也是史无前例的鼓励员工休假,其股价也一度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台湾经济日报此前报道,台积电总裁魏哲家发内部信,鼓励员工多休假,充电后再努力。 产业内外界认为,全球半导体龙头,台积电南逃经济下行冲击,半导体制造业无薪价悄悄升温,浴室行业迎来无薪放假潮。 随着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货币基金IMF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明年将会非常非常痛苦。 8月,台湾制造业已有近2000人实施无薪价,10月下旬上升至3800多人。 目前,通报实施无薪价,已涵盖产业包括半导体封装测试、工具机、汽车零部件、印刷电路板、化工业等。 台湾劳动部官员分析,制造业无薪价缓步增加,主因是订单减少。 目前,上署个案,小规模,一周实施两天无薪价,尚未扩大到整条产业链。 该规员指出,制造业一旦通报实施无薪价,将会被禁止对外进行投资,移工引进也会受限。 因此,制造业对于无薪价通报会非常谨慎,反映在统计中会迟缓一些。 有台湾业内人士表示,很多制造业都是叫员工先排休,甚至让员工预知明年特休。 而且,制造业因为规模大,会先请员工排休消化库存,比如面板业,之后若订单恶化,再决定是否通报实施,无薪价。 但专家预期,不久将来制造业恐会爆发一波无薪价。 而另一台湾相关产业人士也认为,制造业明年情况不妙。 自今年第四季度起至明年上半年,全球市场需求下降的冲击就会显现。 但他认为,制造业未争取日后订单,不会轻易裁员,或将采用减班休息的方式度过这次不景气。 此外,台湾学者皆认为,全球不景气,加上国际情势诡调难料,制造业无新甲,恐会再创大流行以来的新一波高峰。 另外还有消息人士称,台积电在下调今年的资本支出前景后,将放缓产能扩张步伐,以及代工厂的先进封装产能扩张。 尽管如此,消息人士表示,台积电计划扩大其在台湾南部的工厂场地,已进行三奈米工艺制造,以及其在美国、亚利桑、纳州的新晶圆厂专案仍在按计划进行。 DJ Times报道,据晶圆厂工具制造商的消息人士透露,台积电已将产能扩张的重点放在三奈米工艺制造和该代工厂在美国的先进晶圆厂。 台积电正在Five 18建造新设施,用于三奈米工艺制造。 消息人士指出,Five 18位于台湾南部科学园,据信是台积电主要三奈米晶圆厂的所在地。 不过消息人士指出,英特尔之前延迟将三奈米晶圆从台积电投产,可能会扰乱该代工厂增加三奈米晶片产量的计划, 这将主要影响台积电在台湾北部新竹的宝山地区新工厂。 据稍早报道,台积电甚至决定将其位于宝山地区的新JIG5的P8和P9设施,转换为专门为英特尔服务的三奈米工艺制造。 11月初,有消息称,由于三奈米制成的N3节点工艺,某预定大客户临时取消订单,台积电因而大侃供应链订单。 台积电则表示,不回应市场传闻,台积电N3制成进度并无改变。 诚如10月中旬的第三季把说会中说明,台积电N3节点进度符合预期,具备良好良率并在第四季度稍后量产。 在高效能运算HPC和智慧型手机应用的驱动下,预期2023年将平稳量产。 此外,台湾工商时报消息,尽管近期市场传出,受三奈米临时取消订单影响,台积电将大砍供应链订单消息,但多数设备及材料供应商均表示,没有砍单情况发生。 台积电显然不惧传言影响,其在亚利桑那州的新晶圆厂12月举行基台移基典礼,标志着首批晶圆厂设备的安装。 台积电有望在2024年,保证其美国新晶圆厂投产。 该晶圆厂除了将直接进入5奈米晶片生产外,未来据说会还投产3奈米,并且采用3奈米与5奈米的混合模式生产。 然而,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和地缘紧张局势,还是给晶片制造市场增添了阻力,促使台积电和台湾晶片企业,包括联电,世界先进,地基电,南亚科,以及日月光风测场,都下调了2022年的资本支出目标,并对明年的资本支出持谨慎态度。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谢谢。